青年工作一直都是我的心中的理想跟目标 虽然这两岸的疫情的关系 这一次确实很辛苦 为了这一个青年的论坛 往返两岸一共花了59天 也就因为去被隔离了三个礼拜 回来再隔离三个礼拜 哪怕我们已经打了两剂的疫苗 回来还是隔离了两个星期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还是觉得很高兴 很值得很有价值 因为我们跟很多的年轻朋友见了面 座谈也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年轻朋友 也跟很多的台商接触 也请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给我们的年轻朋友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大陆的领导 跟他们讲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心一下 台湾的青年台湾的同胞 台湾的台商在大陆 那么积极希望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 寻求他的未来的这些年轻人也好 这些台商也好 多给他们一些机会 跟多给他们一些照顾 所以虽然来往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很安慰 尤其看到大陆的防疫的措施 就是更让我感觉到的非常的佩服 也非常的惊讶 也就觉得真的是难能可贵 是一个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